随机变数,我们之前讲说 它是以样本空间 然后有一个机率密度函数 跟集合的一个三元组 但是那个东西应该是叫做机率分布 所以... 这里有一些错误 所以随机变数 它真正的定义是一个函数 各位看一下这边就知道 随机变数定义 随机变数系以样本空间s为定义域的实数值函数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说随机变数s 假设叫s 它是一个几率空间中的几率函数 但是这里请不要误会几率函数的意思 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实数值函数 它不一定要符合几率的公理 所以这里应该不要叫几率函数 稍等,我直接把它改掉 应该叫做的函数就好 在几率空间中的函数 在几率空间中的一个函数 它就要达到实数值上面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常常用骰子这个例子 其实很容易误打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用骰子的例子的话 你会发现说 骰子本身就有点数 它本来就是一个实数值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看不要用骰子的例子 你用铜板 你就会发现说 比较能够反映随机变数的定义 为什么呢? 铜板有正面和反面 我们通常不见得会认为正面是几 反面是几 那这时候我定义的 在铜板这一个样本空间里面 我定义的一个随机变数就可以把 譬如说正面定义成1 反面定义成0 那这样它就是一个把样本空间里面的 正定义到 映射到1 反定义到0 映射到0的这种函数 所以随机变数其实是一个函数 好,这样清楚吧 那你也可以反过来定义 我把正面定义成0 反面定义成1 可不可以? 可以 我可以把正面定义成5 反面定义成8 可以哦 你随便定义 只要它是一个实数值函数就可以 OK 但是你一般来讲 我们很少会定义很奇怪 如果我定义很奇怪的话 除非我们有特殊的用意 所以随机变数其实是个函数 我们写的时候 我们应该写SS to R 那 它会把S 样本空间里面的一个元素 映射到 映射到实数值 好 那几率密度函数 才是真正需要符合几率公里的那个东西 所以随机变数跟几率密度函数是不一样的 那通常我们在写说 P of x等于S 这时候呢 这个S是指随机变数 那这个小S是指某个实数值 请注意这一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 其实这里从来都没有在指定样本是谁 它指的是某个随机变数 它的实数值是某个值 所以它根本就不是在指样本 但是问题是当某个随机变数的实数值是某个值的时候 它所指定的是什么 它所指定的是 样本空间里面的一个值集合 这样清楚吗 因为譬如说 以同版的例子好了 以同版的例子 假设正面是1 反面是0 那当我写说P of x等于1的时候 它其实指的是什么 几率是什么呢 它指的几率其实是 同版是正面的几率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集合 那再以指骰子为例好了 如果P of x等于3 它其实指的是出现3点 这一个样本的几率 那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看一些例子 所以它指的其实是 这个 指的是P of x等于S 其实指的是一个P of x 这个Sx呢 就是让随机变数S of x等于X的那个集合 OK 那那个集合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P of 大括号就是集合 大括号是集合 两点这是集合的符号 那这是集合里面的元素 那它说S of x等于X 其实这一件事情只不过是这件事情的简写而已 好 那所以它是把 把属于Sx这个集合里面所有几率加起来 就变成这个几率的定义 OK 好 那我们这样讲还是一定有人听不懂 为什么因为太数学了 讲的很数学一定有人听不懂 那我们就把它讲的比较不数学一点 用例子来举 比如说P of x等于2代表的就是 它的随机变数值等于2 这样其实是个集合 那这样讲也不清楚 用范例来看 在投资同版的几率过程当中 样本空间其实是正和反 那常见的随机变数S 通常是用来计算同版的正面数量 所以S正等于1 S反等于0 这是一个随机变数的定义 但是你也可以定义说 它是同版反面的数量 那这样就变成S反等于1 S正等于0 OK 所以你可以随便去定义随机变数 你甚至可以说 同版正面的5倍 OK 那这样也可以 那S正就等于5 S反就等于0 OK 那范例2 在投资两个同版的几率过程中 其样本空间S 为正正正反反正反反 没错 那常见的随机变数 用来计算同版正面数量的 那这时候呢 S正正就变2 因为它是计算同版正面数量 所以S正就变2 那S正反呢 因为只有一个正 所以是1 就相当于S反反正 也是1 OK 那S反反呢 就是0 所以样本空间 你会发现说 那现在到底 怎么讲 样本空间其实是一个 根据案例才有办法定义的东西 但是我们在这个上面的数学 通通都没有案例 因为数学是一个通用 OK 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说 我样本空间也可以是这样 我样本空间也可以是这样 头一个同版的样本空间 跟头两个有同版的样本空间 本来就不一样 OK 但是呢我都可以定义一个随机变数 它的意义呢 都是同版正面的数量 OK 这样了解吗 而且它的几率还会不一样 为什么 以上面这个例子 P of s等于1呢 是0.5 P of s等于0 也是0.5 但是以下面这个例子呢 P of s等于2 是0.25 可以知道为什么是0.25吗 因为正面的几率是1 2 乘2分之1 就是1 4 所以是0.25 那P of s等于1 是0.5 为什么 因为正反占了四分之1 反正又占了四分之1 所以是四分之1加四分之1 就二分之1 那P of s等于0 是反反 所以它也是四分之1 OK 所以当我们写P of s等于多少的时候 其实这个s是一个实数 好吗 那更精确的说 它是一个实数值函数 把样本空间里面的某些 这些元素映射到那个实数值 OK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看范例3 好 范例3 在头骰子的几率过程当中 其样本空间为1点到6点 这是1到6吗 其实不是 它是1点到6点 而且它真正的样本空间 是指那个骰子的那个面 你通常只是因为它上面有 有刚好分布有那个数字而已 那你也可以 有一些骰子 它上面不是用点数 它上面是用图案的 那其实你的样本空间就是那些图案的集合 对不对 那其中一个常见的骰子的随机变数 是用来计算点数 所以s1点等于1 这样可以理解吗 s2点等于2 s6点等于6 OK 那这时候呢 p of s等于1 p of s等于2 也是6分之1 因为是平均的骰子 那接下来再来一个问题 在投资骰子的几率过程当中 其中一个不常见的随机变数y 我故意用y跟x取格开来 是用来辨认偶数点 只要是偶数点呢 我们就认为它是1 那只要是奇数点 我们就认为它是0 这样也可以当一个随机变数 对不对 所以p of y等于1是什么呢 几率多少 p of y等于1的几率应该是多少 1分之1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y等于1嘛 就是2点4点6点的几率加起来 所以是6分之3 就是1分之1 那p of y等于0呢 就是1点3点5点的几率加起来 所以也是1分之1 所以随机变数你在以骰子为样本空间 它还是有无限多个随机变数 应该不能说无限多 可能是有无限多 但是很多 很多 你会发现说光是这个6点 就有可能有多少个随机变数 哎呦真的无限多 因为它只要是实数值函数 那实数有无限多 所以真的无限多 而且还是不可数无限多 OK 所以为了方便起见 有时候我们会把p of x等于1 这样子的概念写成p of 1 或f of 1 那但是这个p of x等于s 这个小写的s呢 是某个某个实数值 那这时候我们有时候把s等于去掉 就变写p of小写s ok 或者是f of s 那所以在单一的样本空间s中 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随机变数 因为s映射到r的函数有很多 这个很多其实都是不可数无限多 接下来上礼拜最常发生模糊的地方 就是随机变数之间的加减乘除运算 应该说加减乘了 我们没看过除了 加减乘运算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假如s和y都是随机变数 那像3s这个随机变数是什么意思 s加y这个随机变数又是什么意思 s减2y又是什么意思 s乘以y是什么意思 s平方又是什么意思 好 那这里就要回到随机变数的定义 随机变数被定义为一个实数值函数 s of s to r 那这样子所谓的加减乘 其实它就是 就是在这些实数值函数上面所进行的运算 好 那举一个例子 3s的意义呢 3s的意义就是代表有一个函数 它是z等于3s 这个函数呢 它把同一个样本映射到实数值的时候 通通都是x of s的3倍 所以叫3x 这样可以理解 z of 1是多少 z of 1会是多少 z of 1 z of 1 z of 1 z of 2 z of 2 z of 3 z of 6 z of 8 等于3 P of z等于3 1分之1有人答出来了 为什么?1分之1知道吗? P of z等于3其实就是P of s等于1 对不对 因为 z是x的3倍 所以P of z等于3就是P of s等于1 对,所以是六分之一 这样了解吧 好,这里我觉得这个值得写下来 那再问一个问题,p等于1呢? 嘿嘿嘿,这题值得做 给各位来做,做习题了 好,那这个是待会的习题一个 好,我们直接出在这里 好,各位想一想,p等于1是多少? 待会出一些这个习题好了 我先把答案写给各位 看各位这样子,到底懂不懂 我先写几个范例 好,那范例5,OK p等于3,等于多少呢? OK 那p等于1,又等于多少呢? 那p等于18,又等于多少呢? 那p等于5,应该是多少呢? 好,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 p等于3是六分之一 OK,p等于3是六分之一 p等于1是0 为什么是0? 因为任何,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样本 会被映射到1嘛 因为它至少是3 阿码就是6,阿码就是9 一定是3的倍数,不可能是1啊 所以p等于1是0,懂吗? p等于18呢? 368,所以它其实是6点 对不对? 所以答案是6分之1 因为是6点才符合这个条件 只有6点才符合这个条件 那6点的几率是多少? 6点的几率 6分之1 OK,那p等于5呢? 0嘛 因为要么就是3点 要么就是6点 没有5点 OK 所以答案 这个进阶的答案是 直接写上去 进阶的答案是 这个是6分之1 如果是一个公平的材质 那 这个呢是0 那这边又是6分之1 这边又是0 这样应该可以理解了吧 好,所以 有没有还不清楚为什么这几个答案是这样的 再讲一次 这个要回到定义 3x是什么意义 x是指彩值点数 那x是指彩值点数 也是说x of 1点等于1 x of 2点等于2 x of 6点等于6 这个叫是s